1 2 3 她現在今天要請的是各班各業 小孩子跟我沒有做過的功夫 其實我們兩個好像沒有做過的功夫 我以前有去那個甜不辣店打工過 妳有嗎 有 就是還沒有當明星之前 然後我也有去那個賣過愛國獎券 真的 妳的年齡哪裡感人算愛國獎券 因為我們賣愛國獎券的小孩子 在我們店裡附近玩 然後我們就跟他成為好朋友 我就說那妳也借我賣賣看 所以只是以那個幫忙的興趣 妳的音樂 好像妳要哭倒在地上哭的樣子 我很想就是我被抽籌 確定你知道小孩抱太多有點受傷 我想想看我做什麼動作 有當過編劇 是想賣弄吧 你現在這樣 想賣弄妳很文藝跟有才華嗎 這是很卑微的工作 不會啊 編劇聽起來是 編劇很慘 可是就是聽起來那個頭銜 是很值得尊敬的 OK 總比賣甜不辣的人 甜不辣比較是現金 比較編劇常拿不到錢 所以很悲慘 所以今天幫大家介紹一下 如果妳要考慮工作 現在新出現的那些工作 不過當中有些工作是沒有錢的 所以也沒什麼好高興 可是也是有那個啊 會換來尊敬 有成就感 對 換來尊敬 好 第一隊我們要介紹 是說故事的老師 美芝還有鄭忠 哈囉兩位老師 哈囉 想聽故事嗎 看過來 美芝鄭忠這兩位達人 說故事的功力可是一級棒 他們兩人最大的心願 就是帶給天下所有的兒童歡樂啦 但是 你們不是真的老師吧 不是 你們是說故事的人 所以是任何路人去報名都可以 不需要有什麼背景是不是 不需要 他是護專的 然後你呢 俄文系對不對 俄文系 所以就是亂七八糟的 也不需要有什麼演過戲的經驗 或者是寓教的什麼 對 我們是進來才訓練 然後你們的客戶是小朋友 還有爸爸媽媽對不對 然後服裝是要自己 花錢訂做嗎 沒有 因為我們有劇團在背後 就是支援 所以我們有衣服是劇團 你們倆會可不可以來一下 我們看一下衣服好不好 哇 她的媽呀 小孩看到這個會高興嗎 會啊 可是有些小孩看到這個假髮 嚇到我 對 我覺得這還滿可怕的 可是不會啊 會不會有小孩就是 情急之下 把你小那個假髮抓下來 會 他們會懷疑這個是正的還是假的 因為拉拉他們一拉的時候 好痛好痛 就你就要開始隨時都在演戲 你這是什麼造型 國王的造型 為什麼講故事要變成國王 就是故事裡面會有國王啊 然後我們就是看故事裡面有什麼角色 就會穿成像什麼樣子這樣 所以會不會為了省錢 就是譬如說這個衣服是複合式的 他現在可以變國王 然後繩子一拉又變青蛙這樣子 變青蛙也在變燈罩比較容易 那如果譬如說你現在是國王 然後你如果要扮演蛇的話 你要怎麼情緒 就是蛇就是要 賀文希為什麼會這麼 賀文希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有受過訓練對不對 你的小朋友這樣要送來 給這些老師講故事了 我應該會帶他們去聽 你為什麼不自己講 為什麼要丟給人家講 沒有我自己也會講啊 那總是待在家裡會比較無聊啊 就帶他出去外面走一走 順便聽人家怎麼講故事 然後跟別的小朋友相處對不對 對對對 然後回家就會跟我女兒 講他們壞話說 為什麼那麼誇張 而且萬一在現場講得很爛的話 你會在那邊一直犯低估對不對 應該不會爛吧 你不是說受過專業訓練嗎 所謂的專業訓練是哪些 就是 剛開始的時候就是 每天都要講好幾個故事啊 就講四個五個每天講 然後會有評審在那邊看你們嗎 會 會有人就是給我們意見 等一下可以讓他們講講看 我覺得 情況會不太好 沒有 因為我們是大人啊 我們可能很不投入啊 不會不會不會 對啊 爸媽會不會一直給你們白眼 不會 不會 有時候棒貓還蠻好玩 牠們比起來更投入 也會有在裡面睡著的 就我們講故事講到一半 就這個時候 等一下讓他們講的 好 謝謝兩位老師 謝謝 感謝請坐吧 原來夫人 需要一杯森湯嗎 好 下一位呢 不太是真的工作 因為他沒有收入 可是呢 他在急診室非常受到歡迎 我們歡迎在急診室 擔任志工的黃振昊 哈囉振昊妳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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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才十七歲的黃振昊 從事醫院志工已有半年的時間 帥氣的他 不僅擁有一副好心腸 俊俏的外表 更是辱獲無數白衣天使的房心喔 我還看到你在新聞台出現 真的嗎 就是 就是說 你長得有點像 顏承旭跟仔仔的合體對不對 我沒聽過耶 蛤 他們 是他們裡面這樣講啊 醫院裡頭這樣講嗎 對 我自己也沒聽過 我看報紙才知道 所以有人衝著 要看顏承旭跟那個 仔仔的合體去醫院 看人嗎 應該沒有吧 所以沒有 沒有那種阿爸上 然後拿刀砍自己的腿 然後就為了進去見你 沒有 頭上插著斧頭 然後進去 阿浩阿浩 顧好今天很痛耶 阿浩怎麼了 差一把刀 黃正浩是 17歲對不對 所以你是自己忽然 就是有靈感跑去醫院打工的 我是幫我朋友他們家打工 就是去他們家幫忙 然後就是有一次就看到 急診那邊有人在 的志工在推 然後我就 推什麼 就是推人上病房 然後就覺得那邊是可以 主動幫助人的地方 很多17歲的人不會注意到 世界上有一種人叫做 就想要幫助 主動幫助人家吧 真的嗎 為什麼 因為他會 就是你幫助他 會很誠心誠意跟你說一聲謝謝 可是你不是應該要 泡網咖或者是交女朋友嗎 沒太多那種興趣 就只會可以主動幫助人 就你自然而然是這樣想是不是 對啊 這真的是真情益壽耶對不對 把你的面具撕下來 不要再演戲了 他其實是去醫院竊取麻醉藥品 為了要害 正中現在坐在那個正浩旁邊 感覺變好邪惡 所以感覺好像會厭厭去舞廳買醉的人 因為穿這個 我不知道就是被他那個正氣給壓下去 我把黃正浩放在你旁邊 請你檢查一下像不像宅宅好不好 好 來 正浩過來吧 很高啊 對 黃正浩多高 186 186 當過model嗎 沒有 要當model嗎 沒想過 對演藝圈有興趣嗎 還好耶 如果有也可以是不是 真的 可是可不可以找你來上節目 可以啊 沒有嗎 沒有沒有做好事 那一繼續走秀 觀眾開心啊 然後人家都不給他錢 好 你坐在那邊 坐在那邊 來 給宅宅的親屬看一下那個 所以今年是幾歲 十七 十七 沒有女朋友 你有在運動嗎 打網球 你看他臉比較像圓程序 還是比較像宅宅 我覺得一開始 乍看像圓程序 後來仔細看是像宅宅的 怎麼會這麼奇特的混合種 你有在模仿宅宅嗎 沒有 髮型那些沒有 沒有 我有模仿安妻炫 看不出來 安妻炫 安妻炫 安妻炫不是你該走的路線 超級奉眼 你不是啊 超喜歡他的 真的喔 安妻炫 你是我第一個認得 就是針對安妻炫而來 不是一般喜歡帥的人 也會喜歡很多 像王力宏啊什麼 我會覺得他最帥 安妻炫最帥 只有安妻炫 對 沒有蔡依林什麼的 沒有 很奇特耶 那你去這樣急診室跟別人 其他的病患聊安妻炫應該聊不來吧 因為話題被卡住了 整個就講在那裡 所以你去急診室做的事情是哪些 就看有誰需要幫忙就幫忙 這是最主要的 然後就是換床單跟免被 染血的 對的還有染點酒的啊 那些 所以常會看到一些 常常跑出來的人嗎 沒有看過 你看過 最可憐的是什麼 最可憐就是有一次車禍吧 然後救護車剛送下來 他可能當場就已經不治了 然後送到醫院 然後就整個舌頭都跑出來 他是 等於說裡面的東西 都這樣已經在嘴巴外面 所以整個口腔的組織嗎 對 就整個舌頭整個都跑出來 然後 腳也斷得滿奇怪的 對 然後 已經當時就是已經不治 對 已經沒辦法急救了 那你們還要把它扛去哪裡 就到急救室裡面 就還是要稍微救一下是不是 不是就 因為他們那時候本來就說 直接送太平間 可是他們就說先送進去啦 然後之後再處理這樣子 所以你現在會急救了嗎 我會CPR而已 所以小意思如果突然昏倒 你會把它弄行對不對 我們是叫醫護人員 對 我被傷到了 那你會不會急救那種 被的筋拉傷的那種 沒遇過耶 沒有遇過 所以像我這種 你必須要按摩是不是 像我這種程度去急診室會怎麼樣 被打發 都沒有遇過壞人嗎 壞人 不太遇過 就是會一直鼓勵你說 你要去A錢 你不應該做 花時間做這種沒收入的事 沒有沒有遇過 沒有這種人 也不會趁那個急診室的罪漢 昏倒的時候 偷偷把他錢包拿走嗎 你好傻喔 你怎麼可以做這種事 會覺得我們很過分嗎 不會 可以把護士 有把護士嗎 沒有啦 那護士有沒有拔你 不錯 會跟你調情是不是 沒有啦 問一下有的沒的 就我問說 弟弟妳幾年次啦 然後咧 然後就說 可是他們都好像跟我差滿多歲 八歲 都是姐姐是不是 對 然後他們就說 就有一個護士姐姐就說 妳沒忘了這樣 妳喜歡護士的制服嗎 制服嗎 很漂亮 對啊 會產生幻想嗎 不會 我們節目太結合了 把人家放回去 這樣的話謝謝妳好 請回座 不可能有那麼快的人 一定要直接幫他是不是 對 我們今天花整集好好演做 這邊有陰陽眼可以幫我們看 沒有關係 好 靠徐姓這邊的第一位客人是廖文明 哈囉 文明你好 你好 沒錯 這位黑人廟公是道道弟弟的台灣人喔 他可是一句英文都不會說唷 舉盤各式廟裡的儀式都十分精通 更厲害的是他還看得到神明喔 廖文明是廟柱還是廟公 都可以說 都可以說 所以你通靈 有時候會 有時候沒有 不一定 所以你不會講英文嗎 不會 那你可不可以現場來一段Rap 不會 他跟你講他不是講英文的路線 為什麼還要Rap 可是看起來還是會覺得 很希望他能夠 Yo… Come on 廖文明 你看過的神 你親眼見過的神 有哪些啊 護法比較多 神的護法 你為什麼都看到神的護法 你說他自己突然出現嗎 對啊 要不要呼叫他們 不用… 然後他就突然就在那邊 對啊 怎麼可能 真的啊 然後他們長什麼樣子 就 怎麼講就是說 比我們一般看到的神像 還要立體 還要真實 還要大 那會不會 他比較魁梧啊 有沒有表情 有 比較魁梧 那他看他那個護法的神像 是大概是什麼樣子 他的形狀就是 跟真的人一樣 就是他的神像 跟他本人長得很像是不是 對… 所以他們都穿古裝嗎 古裝 都那個 古時候的衣服 沒有 沒有沒有一定的姿勢 你說千里眼 就一直這樣 沒有… 沒有… 他不可能只是站在這邊吧 這樣就沒有那個氣魄啊 沒有 有…他… 他跟妳看就是他有一定的姿勢 應該因為 所以已經是這樣的吧 所以你騎機車騎一騎 就突然有一個人這樣子 不是這麼誇張啦 不會這麼誇張啦 那個這樣 慢慢… 他是就在馬路 旁邊的廟 別的廟 別的廟 後面應該不需要走斑馬線吧 所以… 就要走還… 紅燈了 然後就還可以回去 或者是那個人已經在倒數 就是… 應該是 他們本來在裡面休息 然後忽然收到說 喔 有別的廟柱來了 他們就要出來說 趕快出去 謝謝老師的地方這樣 這不是像為事一樣 這樣不對 好 下一位來賓是子穎 歡迎子穎 哈囉 子穎妳好 你好 生命感運不稀奇 子穎自創了食譜感運 你一定沒聽過 吃過他精心為你調配的料理之後 保證你的好運 一波一波來 擋都擋不住啊 妳的工作很特別 所以妳是要幫人家搭配 適合人家的食物是不是 對 配合自己的五行 五行啊 然後再搭配你適合的食物 所以妳剛才聽我們 問廖文明講的話 妳都… 聽得很順耳嗎 那都是有原因的啊 我覺得 就老祖宗的一些 這些理論的話 我覺得我可以去相信 所以妳本來是很衰的人嗎 不是 我本來其實 我是因為之前有開一間餐廳 中式料理餐廳 然後我之前運氣都還不錯 就在那段時間的時候 就都不是很好 那我朋友就幫我介紹一位老師 她就說 欸 子穎妳以前喜歡吃的東西 都是對妳很OK的 那如果妳再搭配妳自己的五行的話 應該會讓妳這一陣子的運勢 可以加分幹運這樣 我就開始吃這些東西 子穎今天有幫我們 準備那個五行食物 等一下可以讓大家看一下 這些東西 好 下一位來賓是 葬禮的禮儀專家李佳玲 佳玲你好 你好 我是佳玲 好 期盼過許多名人告別式的李佳玲 至少就擁有陰陽眼 她不僅能看到好兄弟 而且連神明也看得到喔 她表示要進這一行 都要靠緣分啦 那妳現在工作的地方是 我現在在仁本集團 擔任公關的部分 然後妳葬禮禮儀是要 教我們怎麼進行葬禮嗎 對 禮儀的部分 就是曾經擔任過 那就是在整個葬禮的一個流程 可能從一開始的接體 到後續就是可能 白日或是河爐的部分 那我們都是會給予一些服務 妳一定要穿黑色套裝 這是一個專業的形象啦 所以妳們也會知道 就是家屬什麼時候要上香啊 什麼時候要去檢古這類的 對 我們都會有相關的 聖酒應該很容易 當事人會把它喝掉吧 不會 基本上 說實在像一般人啊 你去那種像 我們告別式的場合裡面 基本上大家都是能閃則閃 或是能快則快 所以不會有人真的是 蠢到就把大家喝掉 我就真的會耶 有人喝掉過 就還蠻離譜的啊 因為基本上就是 所以妳當場會阻止她嗎 因為像我之前就是 我還負責有擔任過香儀的工作 也就是說妳就說 站在司儀的對面 然後就是負責遞鮮花啊 遞水果那一類 那就是其實我們在遞的時候 我們就在旁邊等她 然後就是等於是 會給她一個姿勢說 妳現在回來給我的 對對對 所以其實沒有發生過類似的情況 那如果那個死者的 就是在葬禮上面 有人致詞 致詞得非常感人 然後就很感人很感人的話 在場觀眾可以鼓掌嗎 不可以鼓掌 不可以 就是因為那個氣氛是 大部分都是很難過 這講得太好是不是 就有牧師講到 講完大家就鼓掌 還有家屬答謝 大家也鼓掌 我覺得好奇 而且有些家屬會上去講那種 譬如說死者的一些小故事 對 然後中間就會摻雜一些笑話 然後大家就會介於說 到底要笑還是 妳應該說是忌文的部分吧 就是誌詞 就講了一個感人的小故事 那妳還是不行啊 就是基本上大家還是 比較哀傷的氣氛 那我們應該怎麼表達 對這個故事的讚賞 就點頭吧 沒有就對啊 哭 不用到哭啊 就是可能是 就是表達說 OK好 我就是 我有那種感覺 就是可能點頭 默認 我覺得妳講不錯這樣子 那文明 妳是全台灣唯一的黑人 在當廟公嗎 我知道的應該只有我吧 妳第一次看到是幾歲 就去年的事情而已啊 蛤 你這麼晚才開始看見 嗯 小時候我就看過 看過 那不是看到生命 是看到不好的 好兄弟是不是 鬼啊 對 小時候就看過了 那長大接觸的時候 才有 慢慢會看到生命 你現在幾歲 30歲 當廟公不是應該有一些能力嗎 因為有的別人是薪水請你來顧廟的 像經理人一樣 那我們不是 我們是自己的廟 所以我們 包括要給人家收金啊幹嘛 等等方面的事都會要做 所以你會收金啊 對啊 那他脊椎痛怎麼辦 所以譬如說如果我的小孩 半夜哭鬧不停的話 就是大人會說要帶他去收金嗎 有的會 那你是不是會收這種嗎 會會會啊 你可不可以唸一下那個是要講的 那不能 不能表演 不能表演 就是一定要 沒有那個也就不能 所以他必須要現在開始大哭 你才要幫他收金對不對 那哭也沒有用啊 那沒有怎麼樣怎麼收 你要收金的時候 你要先跟神明講 跟神明講 有沒有人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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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神明講 跟神明講說 你現在這個人怎樣怎樣 他要收金 他哪裡不對 他就會給你訊息 就是說我跟 他直接跟你說 你收金他哪裡怎樣怎樣這樣 所以真的有人去你廟裡面 請你幫助 你會說這個不是我管的事情 你應該去看醫生或什麼 會 你不是隨便都接的 不是隨便都接的 因為沒有怎樣 你跟他說怎樣是 對不起自己啊 那你有看過那種真的卡到印 然後聲音什麼都變了嗎 有 好 李醫師的靈異親身體驗 連小S也受不了啦 我倒跟鬼玩大了 就有一次我們全家就是開車在高速公路上嘛 但是我就一直喜歡看窗外 看到我們只有半個人的身體 然後在那裡 然後一直狂流血 然後想說欸你這什麼東西啊 然後就想說 這叫做跟你玩 然後就跟我媽媽想說欸你不會有一個人 然後在那邊 就一半而已 你媽媽應該說 你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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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女兒如果跟你講這件怎麼辦 就說 媽媽不喜歡這樣 媽媽媽 快開一拳 妳有中國那種真的卡到印 然後聲音什麼都變了嗎 有 變一個 變另外一個人 恐不恐怖 完全跟我們正常人不一樣 是真的會嚇要在牆壁上走嗎 不是是 你說像大法師那樣嗎 就好像瘋子一樣啊 自己在笑啦 自己自言自語啦 用那種很邪惡的眼神看你啊 跟你講那個無厘頭的話啦 什麼什麼 不是啊 就是講你聽不懂的話啦 妙公的故事可以講給小朋友聽嗎 應該可以吧 就卡到印然後那個 亂講話然後被制豪這樣 嗯 應該不是啦 應該是講妙公他們的工作是什麼樣子 然後平常可以做什麼事情 然後把它變成故事這樣 所以小孩的故事裡面 不能出現鬼嗎 可以出現 可是就是會盡量減少他們的可怕性 都是可愛的鬼 對 都不是那種就是會下腰倒過來 像蜘蛛一樣走 對 就是鑽子那指甲都掀起來 皮開肉這樣 噁心的要命 講那個小孩子幹嘛 然後春不小心還倒過來 用下腰的方法走音 小孩子都狂奔 所以 應該就是說什麼調皮鬼啊 來偷你的汽水喝啊 什麼的 比較可愛 應該很羨慕亮文明 可以騎車看到神吧 那你常常 你最常看到的是濟公本人 對啊 那他跟我比較直接 所以他真的就很邋遢嗎 他衣服都是很潑啊 那他只幫你 他只教你怎麼解決人家的問題 他都不會跟你談心事對不對 會啊會啊 會跟你談心事嗎 你如果遇到瓶頸不好的時候 他會夢境來跟你講話 幫助你 對 讓你情緒穩定 不要生氣啊 講一些道理 如果我跟小孩子一直求你 說拜託讓我們看到神 拜託讓我們看到神 你有辦法讓我們看到嗎 不是我沒有辦法 是他們要不要 怎麼樣才可以看到他們啊 要問他們啊 怎麼問 我不知道啊 就是要看他們要不要 因為我有一個同學啊 他也是像你們這種心態說 為什麼都只有你看得到我看不到 是不是你在日邊的怎樣這樣 那我就有一次我跟他講說 你去求他們啊 我是覺得啊 要看 他要跟你看一定有他的姻緣機會在那邊 他就一直求 他求一段時間呢 每天都求 每天都求 那我就跟他講 你不用再求了啦 對啊 看不到就看不到隨緣啊 順其自然 所以你 我有了 我有了啊 對 故事也太悲傷了 結局竟然是看不見 不讓我們看 對 那妳想看嗎 就是如果能夠看到 我覺得也滿好的啊 可是沒有幹嘛 就看一下喔 就是讓我知道 神明真的力量非常大 可是妳真的忍住 不上去開彌勒佛的玩笑嗎 所以妳現在還會看到鬼嗎 有 我都講比較怎麼樣 磁場的關係 有時候會 有時候不會 盡量不 我也不喜歡 因為我看到鬼不好 不好 看到鬼並不好是不是 OK 佳玲妳 妳 妳看得到鬼 就是 看到鬼的是她嗎 不是 她現在還看得到 然後她是已經只看到神 所以在市面上看得到鬼神的人還滿多的嗎 這一個節目就會有兩個對不對 沒有就是我和廟公的紀律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就是 我是 妳也看過彌勒佛 就是 就是我也是一開始 就是從小先看到是 好兄弟 就是我們講不講好兄弟 我們是叫無形的眾神 就是 或是我自己會叫好朋友 對 然後就是 她也來押妳 只好先跟她撐胸鬥 就是他們會一直 從小到大會一直 那 我不知道說原來 干擾妳啊 就是會來跟我玩什麼的 所以我不知道說 妳從小跟 就是會 會這樣 妳可不可以舉一個真實的故事 是哪一種情況 就譬如說 可能到大了一點啊 然後就有一次我們全家就是 開車在高速公路上嘛 但是我就一直喜歡看窗外 然後那 高速公路上不是中間有分隔島 不是是種樹的嗎 那我就是想說 奇怪怎麼看到 怎麼只有半個人的身體 然後在那裡 然後是狂流血 然後想說 那什麼東西啊 就叫做跟你玩 就幹嘛沒有這種 不是 就是只是一個例子 然後就是 看到就覺得 好妙 然後我就跟我媽媽講說 怎麼會有一個人 然後在那邊 就一半而已 妳媽應該想說 對 對 因為他們一開始吃到飯 就是就是 就是我爬 媽媽不喜歡這樣 對 對啊 就是一開始 其實我家人真的被嚇到 因為就是 莫名其妙我會跟妳講說 譬如說騎車啊 像之前在南部念書嘛 然後 就騎一騎 因為我們學校很偏僻 然後很多竹林 那竹林本來就會比較多 那種就是無形的東西聚集 但是騎一騎 就會突然間想說 怎麼一個歐巴桑 就從中間慢慢這樣子移動 那一開始就看不清楚 以為他是用走的 後來就奇怪怎麼有間隔 就是越近越有間隔 然後不小心他整個 就這樣穿過去 後來才知道說 喔 就是自己比較不太一樣 有間隔是什麼意思 就是以為說 就是跟那個 我爸上距離地面有一段距離 他在飄 對啊 然後就還會回頭一下 然後穿過去 還有回頭一下嗎 對啊 就覺得會被嚇到這樣 都沒有人真的跟你玩 都沒有那種皮球從天上掉海 然後小時候的話就是可能 譬如說像神明 就是 會很奇怪 就是看到一些神明 以前也不知道那個就是神明嘛 然後就是 半夜之後就會下來找你玩 就可能夢境中 然後你就會有人來跟你玩 所以現在如果攝影棚 有一個好兄弟的話 是廖文明會先看到 還是李嘉玲會先看到 廖文明會看到嗎 你有看到東西嗎現在 李嘉玲 李嘉玲沒看到東西吧 應該是說 廖文明好像是在有眼神暗示我們 因為本來就是 因為本來就是 我們剛剛是共存的一個 是在共存的環境下 那原本上就是 本來就是重疊的空間 那就是各自 不要互相打擾到 這樣就好了 那你跟廖文明 那你不要就care說 在或不在 你跟廖文明如果在馬路上 你們本來不認得 在馬路上交出來過的話 你們會立刻變成說 他也看得到鬼這樣子嗎 就你們兩個感應得出來 對方通靈嗎 應該是說 像我的部分就是 就是會覺得 磁場上就知道說 真的大概就是 會有感覺 就是針對每個人來的時候 會有不同的感覺 所以你們 你們如果在紅燈前面 停住摩托車 然後忽然媽祖跑出來 你們兩個就會 會心的一笑說 我們兩個看到 然後就走掉嗎 可是也不見得 每一個神明都看到 我也是只有特定看到幾種 而且看到神明是 也是去年開始 慢慢發生的事 去年到底 去年是有人在收會員嗎 為什麼 都不然 開始看得到 所以你到底看過哪些神明 現在 跟我比較有緣就是 觀世音菩薩 對然後 因為他有時候都平常 都會指點我一些事情 對對對 他想要打敗掉我們 他看到的都是觀世音菩 沒有啊 你們都不上喔 不上你們也有 對啊有類似的 像太上老君啊 你剛剛太上老君 他是真的有這個人啊 真的有啊 他不是跟孫悟空鬥法那個嗎 所以太上老君下來 真的是鬍子很長嗎 對 然後拿一個拐杖 對 然後有時候他會抱著一本 就是他的親近經這樣子 因為他有時候會來 就是 會來告訴我就是 有出書 市面上都有 簽名 太上老君 對啊 就是有時候他會捧著來 就是提醒我就是說 可能要開始讀書啊 之類的 對然後 像三太子也有看過啊 妳也看過三太子 有啊 那妳在看他小時候還是長大 我都看過 所以他講話真的娃娃音嗎 有小朋友時候可能比較娃娃音 可是大人的時候就 感覺就是 而且他就是還蠻帥的 就是還蠻英俊的 所以妳可以就是愛上三太子嗎 不可以 不會啊 因為妳會有識別知道說 那是different 是不一樣的 OK 那妳這樣從事這個行業 不是常常會看到死者嗎 很熱鬧 雖然是神仙 不過技工也樂中樂透彩 他們告訴我 沒有 他又真的是那個號碼嗎 真的 那妳現在是富翁嗎 沒有 技工本人好像很難 樂於參加娛樂透彩 就是在這個行業裡面 因為像之前就是 因為我現在是比較做內情 就是比較公關嘛 那像之前是做理事的部分 就是實際要到告別市場的時候 去做服務 那妳就會發現 就是有時候網身者 會莫名其他要跑出來 妳先忙他還冒出來 對 因為他可能就是 有急事 所以他是知道妳看得到他 其實他們會感覺到 妳的磁場 跟一般人是不一樣的 那他們出現的方法有禮貌嗎 還會 比方說妳在忙 他慢慢從桌面這樣 沒有沒有 他可能就漂亮 他不見得會讓妳看到 有時候就純粹是聲音 或是讓妳聞到它的味道 對 因為我比較特別是 因為我比較特別的是 我有鼻痛 就是可以聞得到一些味道 臭味嗎 對啊 就是大概聞到一些石臭味 就會知道說 可能周邊就是有什麼不在這樣子 所以如果我牽妳 在這裡走一圈 妳可以聞得到 牽我 妳不會啦 妳很怕她跟你講這裡有嗎 會滿怕的啊 所以我才說啊 這就是也不要去看我說這裡有 或是沒有 那基本上大家就是 她們兩個的意思就是這裡有 對不對 有嗎 這裡有嗎 或否認也不是打 誰 所以 所以妳碰到的時候 妳可以不用跟他們打招呼 沒有啊 就是盡量如果再忙的話 我就會跟她講說 我現在再忙沒有空 整名會不會跟你講那個 樂透彩的好嗎 之前曾經有講過一次 然後可是就是 睡夢中就硬過去這樣子 然後就 可是起來之後我就直記了 大概幾個而已 可是後來講說算了 反正那牽了我不會中 因為其實我不喜歡玩那個東西 我對那都沒有興趣 那文明妳的廟裡 會有很多人來問牽 也是有啊 怎麼辦 是有 要跟她講嗎 對啊 一般都會比較這樣認為 所以妳可以偷問她嗎 要不要講要看神明 我們又不能說講就講 你有被他們講過號碼嗎 他們告訴我 有啊 就真的是那個號碼嗎 真的 那你現在是富翁嗎 沒有 你沒事簽你的 因為我一開始也不相信 結果他就一直跟你講 然後你都一直說不可能 他怎麼可能跟他告訴我 然後他就真的一直跟他講 你氣我 也會跑到他 對嗎 為什麼都不聽過 好的 如果像今天你碰到那個 像黃正浩這麼好的人 就是他又志願去工作 幫助人 然後又不要錢 那 季公會跟你講說 你應該獎勵他 然後告訴他號碼 可以這樣嗎 告訴他號碼 如果他們有說就可以說 如果沒有說就不可以說 可是我想季公把號碼給你之後 你應該不會告訴他吧 我會告訴別人啊 你會嗎 我以前都是告訴別人 別人是不相信啊 雖然你自己都不相信了啊 別人怎麼可能會相信 所以大家都不相信 被埋沒是不是 你自己要來問我 然後我講了你沒有 到底想講 可是 他一定覺得人類很難感 對 所以今天真的有仲采的 是子昀 子昀是靠吃東西吃到仲采啊 對 靠 你也沒有比較豪華 你是什麼招數 靠五行搭配食物 就是一直吃一直吃 然後就吃到中獎 有吃一段時間 可是你怎麼知道你缺什麼 就是那個老師有告訴我 就講說我的五行是數什麼 然後我再搭配適合這五行的食材 每天吃 就是自己做啊或者是出外吃 都吃這些東西 嗯 所以在場的每一個人 你都知道我們的五行喔 對 就是可以照他的個人的年次 像小孩子的話 就是可以多吃一些土類的料理 或者是火類的料理 為什麼 因為他的五行是屬土跟火 你從哪看到的 這上面有一個年次表 以前就是傳下來的 是土的意思是吃馬鈴薯這類的嗎 對就是黃色外表的 比如說像山藥 地瓜 馬鈴薯 這些 你會變很胖耶 對啊 所以可以多吃山藥 因為他對 就是比如講說 澱粉啊蛋白質啊都有很大的 火是指什麼 像火的話會有一些心血管的疾病 比如說太勞累的人 容易肩膀痠痛啊這一類的 所以火要吃哪些食物 降火器的 比如像藝人 然後一些 比較心血管疾病 很紅色類的蔬果類 所以今天那個子芸 有帶一些東西來給我們吃 我們把東西拿進來吧 今天最需要吃五行食物 應該是黃鎮昊吧 為什麼 因為他在殺氣很重的地方工作 對 你有看到鬼嗎 你有看到鬼嗎 沒看過 想看到嗎 嗯 有一點想 真的嗎 我跟你講不要鐵齒 萬一看到怎麼辦 又被嚇到怎麼 又停不下來 所以他缺什麼 我不知道你吃幾年吃 七七 所以他的年吃應該吃什麼 可以多吃一些白色或黑色類的食物 你這樣很為難人家 沒有其實白色就像蘿蔔啊 角白筍啊 黑色的話講說黑木耳 香菇 為什麼你的菜單裡都是這些東西啊 可是你可以搭配別的 沒有人適合吃紅燒肉或者是那個 有啊有啊 比如講說像白色的話 可以用蘿蔔燉肉 蘿蔔燉肉 對 蘿蔔燉肉 角白筍還OK啊 角白筍可以吃啊 雙氣淋啊 那個像草口味的 那個如果 不要是加工過的東西 最好是自然的東西 對 不能只是長的白而已 對 OK 好 今天妳帶來給我們的是什麼 好像這個是河手屋燉雞湯 這很適合康永哥喝 為什麼 因為河手屋是補乾的 是溫補乾的 你是看到他乾不好是不是 不是 因為他的木 他是一個木型人 所以要多吃一些補乾的東西 他的五臟是在乾的 所以河手屋不算黑的東西 所以不適合他吃是不是 沒有 河手屋是對乾脹好的 OK 五骨雞呢 五骨雞 所以這個是五骨雞 你說他是木型人 也是代表他乾很容易出問題 沒有 因為他比較容易疲勞 熬夜 對 所以要多喝這些東西 所以跟他同年次的人 都是這樣是不是 如果在事業要加分的話 可以多吃一些木類料理 所以他多喝五骨雞會更紅嗎 對 可是我們兩個是 徐希蒂比較常覺得困難 你眼皮也常常很適合 常常都在那邊裝美式 然後眼睛已經這樣 那你現在失業怎麼樣 有沒有 裝美式是愧妙的 這一鍋是什麼 這一鍋是適合小孩子吃的 紅燒山藥獅子 為什麼要吃山藥獅子頭 我也要吃獅子頭 我如果硬要吃小孩子的 就會發生什麼事 不會 因為我做的這個 它裡面有山藥 其實對於小孩子現在啊 都是滿好的 它可以補 你根本就對它比較好 它明明只應該吃山藥 你為什麼把它加獅子頭進去 因為是搭配食譜嘛 為什麼我就不可以搭配獅子頭 有啊 卡龍哥你有那個烏骨雞 我不要喜歡獅子頭 裡面怎麼沒有冬粉啊 因為怕吸到湯 它不是做菜的 你煩它幹什麼 佳玲你要喝綠豆湯嗎 有很多碗耶 有綠豆湯 這邊有綠豆湯啊 幹嘛有血淋在這邊嗎 不敢過來 我朋友是第一次想要 上節目就好像很好服務 嚇到 黃正浩這樣在急診室工作的人 會比較容易卡到櫻嗎 所以基本上他的陽性比較重 而且你看他那麼善良 所以基本上 鬼也不太會去找他 那你覺得我們裡面誰最容易卡櫻 不知道 應該是鄭中老師吧 那是你說的喔 我沒有講 所以是真的啊 沒有啊 不是這樣嗎 不但中方神靈顯靈 連西方耶穌也下凡啦 我有遇到一個耶穌的 門徒 門徒嗎 他有一次就是他做禮拜的時候 他就這樣做禮拜 他就說 我是你的主 他就跟他講喔 我是你的主 耶穌跟他講 好 我們今天起來的這個特別的人生當中 你對誰的人生最好奇啊 還剪菜掌嗎 誰的人生啊 我覺得 那個看到神鬼的我還滿好奇的 李嘉玲跟廖文明喔 廖文明你 我以前訪問過 那個在台灣長大的一些 像你同樣 黑人的這個身分 他們說 他們常常 受氣耶 比方說在公車上或捷運上 如果旁邊有座位 空著 可是就會有人寧願站著 也不敢坐到他旁邊去 你有遇到過這種事嗎 沒有 不會 所以台灣人都對你還滿和善的是不是 我遇到的都比較奇怪 都比較 想跟你聊天講話 可是他們怎麼知道你會說中文 如果遇到老外講英文你會不會很害怕 不會啊 聽不懂 我跟他 就聽不懂 這時候聽不懂 那你有碰過 那個小孩子以為你聽不懂國語 就一直跟你罵髒嗎 有啊 就有一次坐火車啊 他要去宜蘭 然後他那個小孩子 非常的調皮啊 我坐這樣他坐前面他都趴著這樣 用台語很犀利一直在 一直在罵你 對 我就不理他啊 我就一直不理他 都不理他都不理他 經過一段時間我真的受不了 因為他爸爸以為我聽不懂 放他小孩子這樣玩 他都罵什麼 罵髒話小孩子 對啊 三字經那種髒話 台語的 然後他爸還不管他 他爸不管他 他爸以為我聽不懂 就算聽不懂也不能讓一個小孩子 對給你罵髒話 很沒禮貌 超過分的 很過分就是一直這樣 那我就受不了的站起來 我就跟他爸講說 我就用台語來講說 好 把你們嚇我 他爸嚇我 嚇我 有沒有立刻跟你道歉 嚇到他沒有道歉 他也不知道他以為 他也不知道怎麼講啊 不生氣的 我比較沒有脾氣比較不會 所以如果 如果在廟裡工作的時候 都沒有你克服不了的問題嗎 克服不了也是有啊 要去面對 那別的 你們雲林那邊的那些相親父老 大家有都相信你的廟 還是有人會說 你是 你看起來像外國人 你一定不是真的廟公 有人會不相信啊 一開始的時候 怎麼會 你會這種東西嗎 所以老人家最常講的是什麼台詞 會說 講話 是真的假的 會說你是阿兔嗎 因為從小在鄉下的地方長大 是比較都習慣了 是比較不會相信說 你會去接觸這一個宗教的東西 那你需不需要 被他們懷疑的時候 你需不需要立刻表演一個廟公 最厲害的招式 不用不用 因為我覺得說 每天都在那邊生活啊 都看得到 在我們那邊就是接觸神明的 事情比較多 他們都會看得到 那 你有沒有遇過那個黑人的神 黑人的神 沒有嗎 為什麼沒有神是黑人 所以耶穌 他應該算白人 耶穌會不會來跟你串門主 我沒有 我沒有遇過 我有遇到一個耶穌的 也是通靈的 門徒嗎 本土的 耶穌通靈 然後是外國人 不是 台灣人 原住民 原住民通靈通耶穌 通耶穌 真的我有遇過 然後他 他在你面前通給你看 對 然後咧 他 他是跟我說說 你是佛教道教 我們是耶穌基督教 然後你會不會排斥這個 我說我都不會啊 什麼教都是好啊 對不對 卻能向善了 他說你相不相信我可以這樣通靈 他有一次就是他去做禮拜的時候 他就這樣做禮拜 他就說我是你的主 他就跟他講喔 我是你的主 耶穌跟他講 我要跟你講事情 他就以為旁邊的人在跟他講話 其實都沒有什麼人 他自己在做禮拜 他就跟他講跟他講 然後他們說好兄弟說魔鬼 對 他們直接叫他們魔鬼 對 魔鬼 他不會說什麼好兄弟 他直接叫魔鬼 他說他如果有什麼事情的話 那個耶穌都會告訴他 那 每個禮拜他都固定要去教堂 那你騎摩托車經過教堂的時候 耶穌會出來嗎 我沒有 沒有 所以沒有一層樓高的耶穌出現這樣 沒有沒有 所以外國的神你還沒看過就對了 沒有看過 那所以濟公也遇不到耶穌 我沒有問過耶 我不知道 你不會很好奇嗎 那你就跟你朋友見面 然後就 憋出來喝茶 所以那個 你到目前都做得很順利齁 很順利啊 然後都那個地方上也都接受了 因為已經一段時間了 蠻長的時間 會不會有一天濟公不跟你講話 你就要停止做這個工作 因為我今天從事這個工作 是濟公師傅叫我來的 對 他是透過別人叫我來的 那透過一個老師叫我來 因為神也是有 人家講的也是有一個代言人 幫他做他需要做的事情 因為他不能做啊 他只能靠他傳達訊息給你 你幫他做啊 其實我說盡我們的力量盡量去做啦 你有什麼事情我知道就 能幫我做的就是 他現在在跟你講號碼 你會去簽了嗎 會會會會 會 已經錯過好多次機會了 廟公本人可以簽 不會被罵 對你們不是應該有些禁忌事情是不能做 不可以賭博啊 那就不可以簽啊 我簽我可以不叫他幫我 如果叫他幫我簽啊 不可以簽啊 因為濟公會不知道 因為法律漏洞不行啊 而且濟公也看得見啊 我有聽過 我是有做 因為我不可以去賭國場所 不可以去深色場所 不可以去花天酒地 不可以靠宗教練才 今天那個最應該頒獎的是黃正浩嘛 對不對 對 然後正浩反正不排斥進入演藝圈 所以如果經紀人要簽你的話 你可以考慮 可是不會給你錢喔 反正你會拿錢的 我看過費 就他變成天王巨星 結果還是不能拿錢 因為他已經把自己善心的形象 鋪得太徹底了 不要相信他吧 就是演藝工作可以拿錢 又不是善心的工作 可是就是 也還沒拍廣告這些事情對不對 OK 所以應該 很快就會有人找他 對 我想他應該會 因為外型真的很棒 還不錯 那兩個老師沒有講過 就會不會恨我們 也要聽他們講嗎 你們有準備嗎 要講也可以啊 如果不講 會不會冷場 不會啦 你們如果講了一個開頭 我們就說 謝謝你們今天來這裡 這樣可以嗎 先講故事的名稱 熊先生的鬧鐘 好 謝謝大家說看你的聲音 不然再講一個開頭 然後再送客人走好不好 熊先生的鬧鐘 來 鄭忠老師到中間來吧 我們歡迎鄭忠加油 熊先生的鬧鐘 有一隻在早餐店工作的熊 牠每天都要很早起喔 每天早上五點就要起床了 不過牠從來沒有遲到 因為牠有一個秘密武器 就是牠的不鼓鳥時鐘喔 每天早上五點鐘的時候 這隻不鼓鳥時鐘都會跑出頭來 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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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過分喔 後面還要很嘗試 這件事來 這什麼菜 來 司儀 過來一下 台哥 今天便當 誰訂的 台哥是我訂的 你訂的是吧 這個 訂得還不錯啊 真的啊 對 這個下次衣服要注意一下 不要穿這個弄啊 哈哈哈哈 天色鬼 本來不是要發脾氣的嗎 女生訂就比較好一點 好啦 換你 換你訂 換你訂 假裝是你訂的 假裝是你訂的 台哥便當不喜歡嗎 這個便當啊 我跟你講 嗯 David 啊 David 我告訴你這種便當啊 豬都不吃好不好 拜託一下 這很貴耶 很有名耶 這不可能的 我跟你講 現在便當的水平 大概都一個要150 好不好 你這個大概是70塊的水平 剩下80塊呢 看什麼東西啊 那你跟韋中哥講一下 是不是這樣子 啊 因為孔哥說他吃好一點 結果把你的預算挪過去給他 孔哥是這麼多 哈哈哈哈 孔哥還沒來是吧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你再說吧 那個了吧 谢谢大家